裝逼什麼啊 我們今天是來繳錢的 大家好我是KID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Lion 哇 終於啊 終於 今天心情有點小興奮啊 因為 這個官司的這個案子啊 終於到今天呢 也算是告一段落 我跟Lion討論完之後啊 Lion是說啦 畢竟我是跟他一起出去探險的嘛 那也只是幫忙而已 所以說他就說 星騰這個弟弟啊 進去受刑20天 就在網路上 IG經營的像是一個網帥 Oppa這樣子 然後進去裡面 不知道頭髮會不會被剃掉 還是什麼 所以他就說那不然這一次 我們就花錢消災 兩個人加起來就 四萬塊錢 把這次的事情整個扶貧 那 因為呢 這件事情也不是什麼好事啦 所以待會我們結束之後啊 今天剛好遇到那個萬安演習 我們等一下到的時候 可能會先在裡面避難一下 然後結束離開的時候 我們會買一下那個 主角面線 就是過個運 過個沒運這樣子 也希望之後啦 各式的探險啊 夜探裡面呢 都可以非常的順利 也是一個經驗啦 對啦 因為這一次 這一個官司這樣子 總共拖了一年多的時間 真的蠻累的 那當然我們在螢幕面前 都是希望呈現給大家 最好的微笑 最開心的一面 很happy的一面 但是 實際上我們心裡是很乾暗的一面 但是沒有辦法 今天天氣呢 實在是也很好 受這個陽光的目照啊 如木春風啊 感覺一切都會漸漸的變好 那我們就趕緊到地檢署這邊 繳著四萬塊的罰金 再見了 四十張小朋友 欸不對 一張簽鈔上面有四個小朋友 所以四十張裡面是有 一百六十個小朋友 是四個小朋友而已嗎 嗯四個小朋友 四個小朋友嘛 一個地球椅嘛 那四十張就是 一百六十個小朋友嘛 然後還有四十個地球椅 我忘記你的科普時間結束 我們出發吧 真的是他們更好網頁 心地可以 怎麼還有 十五one 一個 女生 艦 装逼什麼啊 我們今天是來繳錢的 好啦 那我們繳完錢啦 剛剛程序真的也是非常多 然後弄了一下子之後 剛好換完演習結束 我們現在也離開了 那既然這次呢 這個跑法院啊 那牽扯到官司 其實也是觸眉頭 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出發去買一間 我自己個人在高雄 非常推薦的豬腳之衣 叫做紅鼻子 對 那為什麼會推薦他們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的豬腳 都是每天現場滷 那我之前有吃過那種 非常雷的是 他們已經先滷好 然後把它冰在冰箱 客人要的時候呢 拿出來再下滷汁 重新把它燙熱 對 那口味完全就已經是 不行 而且價格也沒有到很便宜 所以呢 我自己推薦啦 這一間算是高雄來講 我自己非常喜歡吃的 一間豬腳店 然後平常我都是吃飯 但是今天呢 比較特別 要吃豬腳麵線 那我們剛剛看了一下導航 在我們 這個靠近人舞的地方 也有開一間的 本來我們都在沙明區那邊買 那今天呢 就去人舞店買 買一下 買完之後回家吃 對 今天算是 拍一個比較簡單的日常 就是讓大家看 我們這個被告的事情啊 結束了 然後去繳錢啊 那大概這個畫面全部都記錄給大家看 光是走那一小段路 我其實就已經受不了了 真的是蠻熱的 回來到家裡啦 最近天氣超熱的 網路不是都傳那個 台電的那個供電量草表 我這個是腿褲 腿褲的話會有肥肉 吃腿褲喔 我喜歡吃腿褲喔 我看他這個皮 滷的有夠爛的 這個是中段 嗯 這個是腿褲 好酷 其實離我們比較近的是十全路 我比較喜歡吃他的腿褲喔 就整個都瘦了 一般老百姓喔 還是安分一點 法律是給有錢又有錢 能玩的 民事訴訟的啊 可以談和解就談和解 對 不然一直跑法院 其實很浪費時間 最近在看那個惡靈古堡 蠻有趣的 他裡面有提到那個 新冠狀廢 他的小孩問他爸爸 是不是要隔離 爸爸說這不是新冠廢 就結合十四就對了 惡靈古堡裡面的那個保護傘 其實網路上就都有人會討論說 就很像是在講內地 所以那時候 疫情剛出來的時候也有人說 嗯 是不是從裡面有實驗體跑出來啊 但是因為資訊很封閉 對外都是一晃年 在告訴社會大眾 會引測一些現在的時事 聽起來很像陰謀論 但是其實 確實有可能存在 裡面就有講到 如果你知道事情真相的人 你就會知道 但是不知道的人 你可能會覺得是陰謀論 因為封閉資訊 然後知道資訊內幕的人 就會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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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